毛笔写字是这样的 手拿了笔在三度空间里面运动 是立体的 但是笔在纸上写出来的是二度空间 所以整个毛笔字的秘诀 就是把二度平面上的纸怎么跳出来 让你感觉像三度 拍电影也是这样 电影是一个荧幕 看出来是平面 但你看电影感觉三度 你不能在平面上 绘画也是这样 你画画,画在纸面上,在布上 但是你欣赏画的时候要有立体感 那这个立体感呢 中国人经过长期的经验 认为是两个要绝 一个是比例 线条要有弹性和立体 一个呢,中锋 中国人认为啊 这个中锋的字比较厚 比较能够有立体 如果你不是中锋策锋 文艺变成一个扁平的 中国人写字的历史 远比笔的历史要决定 在没有毛笔的时候 中国人写文字 甲骨文就是刻在骨头上 刻在归刻上 不是用笔的 它的圆形可能是用硬的笔 沾了墨 写在骨头上 再用道具刻的 我们使用的毛笔 大概从唐以后 他们有人怀疑啊 唐以前叫扇作笔 那个毛笔没有封 是平的像刷子一样 这个当然 因为现在已经找不到 实在的物品了 好 基本上 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笔 大概在唐以后是成熟的 这个笔得好很坏啊 主要要看弹性 所以运笔下去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很快恢复原状 像我写字写得非常快的人 我就不能用羊的好 羊的好就非常慢 我都是用唇狼的好 但是唇狼的好有一个大问题 大笔很难买到 不但贵 而且很难做 很难做 羊的好的大笔容易做 好 这是孙过廷讲 他说 写字的人应该心手容易 王熙之说呢 他有的是心手两望 就是他写这个文章的时候 他是心跟手都已经不去考虑了 我还在考虑文章怎么写 好 那我又只写行书 行书啊 这一头是楷书 这一头是草书 这一头是草书 中间都是行书 如果用数学来解释 草书是一百 楷书是零 从一到九十九都是行书 五十这个地方 这一半我们叫行坎 那一半叫行草 因为行书的speak太广 所以行书没有基本笔法 草书有几个笔法 楷书有几个笔法 楷书有几个笔法 行书没有 从王思志到米符 大概七百年 中国人写行书是以草书的笔法介入的 从米符到今天 千年是用楷书的笔法 这是两个最大的不同 那最近我才领悟到楷书跟草书不同在哪里 是这样的 你写字啊 毛笔字 就是一根线条 一根线条 线条可以分很多笔画 每一个笔画都是一段 线段 每一个线段不管你怎么分析 三个部分 起点 中段 中点 起点跟中点都是一个点 中段是一根线 这个线可以是直线 可以是曲线 而且呢 是一定交换的 为什么 你如果想要你直线 永远一根直线 绕地球一周 你不找完 绕地球一周 你永远是个曲线 圆地打转 你这个曲线不停地转 所以我们写字一定是曲线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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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在交换的 这个是一定的 好 我们写字三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上下动 中国叫提安 第二第三两个动作 都是对纸面平行的动 如果转弯动了 中国叫死转 如果不动 画出来是个直线 中国没有一个专用名词 所以就叫直画 好 当你写起点的时候 你一定要是从空中放下降 因为它本来是板 没有字的嘛 你本来没有摸的 你指头上有摸 就是毛笔碰上去嘛 对不对 可是 比从空中放下降 有两种降法 一种呢 是直升纪样 直上直下 直上直下 OK 一种呢 是像飞机降落一样 飞机降落的时候 是一边降一边往前走的 飞机不是抓不下来的 OK 英文叫gliding 中文呢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讲 但基本上是斜的 滑行的 基本上是斜的叫下来的 是滑行的 对 滑行的 草树是滑行进去 楷树是直的下去 就是当你写楷书的时候 你就像直升纪这样下来的 当你写草树的时候 你是带进去的 这个时候比风的方向不同 当你直升纪下的时候 比风是往下的 当你斜得进去的时候 比风就是跟着你的方向走的 可是 你一入笔以后 你要写中段了 七点前我要写中段 中段 是一根线条 不是一个点 所以你不能只用填 只用填 你就不停地打点了 所以中段一定要平移 好 这发生问题 假如用楷书的方法就行 你是直的下去 你下面那个比风要往右往左 你要再调一方 要在这边 比风调一调 只有九十度 原来你是从上往下 现在比风要在平面动 九十度 再继续再下去 所以 中国写凯书的方法写字 一定要调风 一定要调风 好 这个是这样 我最近在写一本书 我写初老师我就写啊 说我不了解 从来不调风 我就是别比中心 我有朋友 吴锡林先生 他是心理面试的高管 退休的 他就把沙梦凯先生 表辑视频 发给我 我这发觉啊 沙老师 没一个逃风啊 我大急 说怎么我从来不调风 后来我最终我想通了 因为我用了余佑老的笔法是朝法 所以我是用平行的力量进去的 我的笔风呢 本来就跟中段是一致的 所以我不需要调 沙老用的方法是这一千年的方法 从米服以后到今天 米服是跟我方法一样的 它呢 是往下 从上往下直上直下去 因为它有一点角度 它所谓的比例的关系 但基本上它的笔风是往下的 所以到了纸上以后 它要转一转 它才能继续前进 这个情形呢 我用游泳做比例 你看游泳选手 游水的时候 它身体是往前倾倒这样子的 跳下去 为什么 它进了水以后就要往前游 跳水的选手 是垂直下去的 为什么 它跳完就爬上来了 你懂我这个意思吗 这两个字好像不一样了 OK 那我们写行书 是草书的人 我们基本上是用游泳选手入水 而写楷书被钻地的人 是用跳水的方法去 OK 你先用力学来解释 好 游泳选手 游泳选手 不爬上去从来跳 它干嘛 它是水中翻车过来了 这个是草书 这个是草书 楷书啊 写完一笔 提到空中重新写 入笔的方法 那就像跳水的学生 跳完爬上去再跳 比利多这个意思啊 它是一笔一笔分的 OK 好 讲完这个 再讲一个 没关系 我最后再讲 什么叫做外陀 什么叫做内陆 中国人啊 从米服以后 这一千年 王羲智、王羡智的笔法就不错了 所以呢 大家把外团为人就搞错了 OK 其实道理很简单 王羲智、王羡智 是三个手指都拿了 他是坐在地上 左手拿指 右手写指的 他们没有坐指的 OK 一直到五代 中国人开始用做指 用理指的 在靖堂啊 中国人是用很矮的差距的 所以是使用这样子去指的 这个呢 你看现在大陆 就是书法协会主席 孙晓明武士 非常有名的一本作品 叫《书法有法》 对这个有详细的介绍 OK 所以王羡智写一字 他写完那个字以后 他把笔到空中 转回来 再写 因为啊 他是用大拇指 把这个笔本往里面转 所以叫内咽 腌制大拇指的动作 内是从手指往掌心 叫内咽 但是呢 他写完以后 要回到原点的时候 他在空中做 所以王羡智写出来 字不连的 因为他笔定起来 王羡智呢 他把这个回去的动作 在指上做 他转到底再转回来 转到底再转回来 那个笔不离开指的 所以他的笔是黏的 就这么简单 拿古人的字帖 就跟着描嘛 GPS 你就把它这个当飞入了 OK 那这个 就是内咽 他完了以后 到空中再回去 也可以把它写成外图啊 这个完全是内咽 你的灵感 好 第三个 就是现在 老师在问我这个问题了 就怎么样 能够做到自己 写自己的文章 这个呢 跟写自己是两个一样 在中国古代 大家尺度用保笔 一个人 从小 就同时 学写 学字的时候 就是用保笔 但是 不是每一个学生 都可以变书法教育 倒过来 也不是每一个书法教育 文章一定很好 要不两个都做得好 那是另外一种基于 另外一种才能 那中国人 有文人 从书都破了以后 最高的目标 就是 《诗书画三卷》 叫做赵老佛 叫做文正宁 那我们近代大概只有一个 就是福星语 张大千啊 字跟诗书是不好 是不好 只有画好 OK 那另一阵子呢 最有的是好 文章也不是那么好 OK 那画得很快 要把诗书画做到三卷的 不容易 非常的俗 那我们近代到这个 就是福虎 福星语 诗书画做到三卷 那现在的问题也不止 大陆跟台湾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整个中国的文化在走向 这五四以后 白画取代了文言 这个硬币取代了毛笔 再加上天打字 这个电脑取代了硬币 所以将来 这个问题很严重 OK 书法的技术 还可能传 文章的技术难好 OK 偶尔有几个文章文言写不错的 不见得会写书法 会写书法 不写文章 我是年纪非常好 我在小学五年级开始 我的外祖父就教我文言文 像我现在写文言文跟写白华文的速度是一样的 根本不要考虑的 我在而且拿起毛笔就是文言文 拿起原子笔就是白华文 我自己也不 写小一点 那是我拉得关系 我最近一直下去吧 嗯 所谓之一笔书乃是用大令之外妥说法 那你像王舵他写在这里 因为要拉纸也好战末也好他故意把它尽 叫尽笔 我呢是反正现成的 能够写就写 不能写我战末我就停了 OK 外头 我说 所谓之一笔书乃是用大令之外妥手法谓之之二 换眼睛你可以把它断 现在的人不懂 以为这个了不起 其实为什么 就是说 写字是个机械动作 是个周期性 当一个周期完了到下一个周期的时候 你中间那个动作机械学叫归零 机械回到零点 这个归零动作 王羲智识题比在空中做 王羲智识在纸上做 就这么简单 OK 男的在哪里 你的文师是不是能赶得上 你会不会停下来想 下一个需要什么句子 OK 所以 差别 不是在它归零在纸上还是空中 差别是在人脑筋写文章 赶不赶得上 如果你是抄古人的文章把它背首了 大江东去浪跑进去 你当然可以背首 对不对 对 OK 好 虽然是写同样的 因为写的时间不一样等等 文章少不一样 不是每个字一样 但是我写的句子差不多 因此 有电影 把我лен公 Verse 所以 大小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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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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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厦姿 花县姿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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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